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方式 一起来听 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 你在什么时候突然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一个高赞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每天醒来发现生活千篇一律 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事情 人生没有了鲜活就是一段孤独的旅程 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有一位虔诚的教徒 每天采携鲜花供佛 有一天他去送花的时候 碰巧遇到禅师 他对禅师说 我每次来礼佛时 自觉心灵像洗涤过似的清凉舒爽 但回到家中心就烦乱了 如何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呢 禅师反问 你是如何保持花朵新鲜的 心头答道 每天换水并把花梗剪去一节 否则容易腐烂 水分不好吸收就容易凋谢 禅师说 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 其道理也是一样 鲜活的花朵才有生命力 人生已成最高级的生活方式就是鲜活 科蒂斯说 快乐首先在于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如果把人体看成一个机器 那它的保护机制则是无比的精妙 长时间忽略身体本身的需要 悲剧便会尽随而至 杨天真 素有中国第一经纪人之称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早在几年前 她就患上了糖尿病 长期熬夜加班 工作压力大 使得她暴饮暴食 体重飙升 随着病情的加重 她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来稳定病情 后来为了能够正常健康的生活 不得已做了切胃手术 而这时的她不过35岁 如今的社会 多数人都想着尽快成功 为了早日实现目标 每天加班加点 拖着疲惫的身体消耗健康 但是到最后 买单的还是自己的身体 舒本华说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职务 中国社科院人才发展报告显示 我国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 这世上没有什么天大的事 指得我们以健康为代价 善待生命才能健康 善待自己才会幸福 生而为人 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 才是享受美好生活的前提 漫漫人生路 唯有保鲜身体 才是最好的保养 有人说 爱情最好的样子 不是和不同的人体验相似的生活 而是和相同的人 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很多夫妻把生活过得平淡如水 波澜不星 但往往最简单的方式里 也藏着最初的新鲜和热情 积存时间的生活的作者 是一对有着60多年婚姻的高龄老夫妇 婚后 夫妻两个人因为观念原因 选择了独立的田园生活 在城市的角落 亲手打造小屋和院落 他们在并不宽阔的庭院里 种上了70多种蔬菜和50多种水果 丈夫为庭院里的蔬果和植被 披上亲手制作的小立牌 妻子每天打扫 照料 换着花样的烹饪美食 院子里还有一个写着 请自便的水缸 专门用来招待飞来的鸟 两个人身体力行 一起耕种劳作 享受收获的喜悦 乐科布西叶说 家应该是生活的白宝箱 没有无聊的婚姻生活 只有不肯保鲜的夫妻 老夫妇的白宝箱里 没有金银财宝 也没有房产地契 有的只是丈夫爱吃的土豆 和妻子喜欢的樱桃 简单的细节和少有的对话 组成了他们鲜活的日子 一辈子太长 要和有趣的人在一起 正如书中所说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一定要有乐趣 才能够持续很久 每一天都不可能重来 所以每一天都值得被用心对待 感情也是一样 保持新鲜 平凡 却不会平淡 汪曾祺说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灯光之所以可亲 是因为家人齐聚一堂 一切才变得温暖 家人是牵绊 更是后盾 生活需要奋斗和奔跑 但家才是最终的归宿 混在时间里的父亲 讲了一个让人心疼的故事 影片当中 父亲安东尼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场奇怪的时空之旅 错乱的记忆和繁杂的时间线 让他周围的世界每天都变得不一样 有时候一觉醒来身边的保姆换人了 有时候一觉醒来家里的布置变换了 有时候一觉醒来女儿一瞬间长大了 一个个陌生又熟悉的场景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他开始怀疑现实 甚至觉得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也是假的 随着剧情的推动 谜底终于解开 原来安东尼病了 阿尔茨海默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他困在了时间里 找不到回归现实的路 曾经健康的老人陷入了无从把握的迷失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记忆逐渐已失 但直到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依然还记得母亲 世界郁郁葱葱 人世来来往往 所有人都有故事 但故事的最后永远是关于家人 王小波说 人在年轻的时候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周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 我们常常把耐心和好脾气 都给了陌生人 却独独遗漏了最爱我们的家人 余生不长 记得把家人放在心间 时刻联络 勿望陪伴 冰心说 最快乐的时间 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 同在最美的环境之中 慢慢人生 步履不停 朋友是我们一生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听过歌手 吴清风演唱的小情歌 清澈细腻 惹人沉醉 生活当中 他和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张璇 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吴清风曾经在某档热播综艺节目当中 说起过他们之间的友谊 那个时候呢 吴清风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刚刚接触音乐 他和张璇呢 也只是见过几次面的普通朋友 一次聚会当中 吴清风想到 一直以来自己也没有做出像样的成绩 不禁悲从中来 情绪崩溃 一个人冲到街上狂奔哭泣 他说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逃兵 想要逃离一切悲伤 这个时候 只有张璇一个人在后面紧紧追随 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 后来吴清风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不久便签约著名音乐厂牌 开启了事业上的高峰 节目当中吴清风难掩激动之情 他说 老天怎么会给我这样一个珍贵的朋友呢 不可言说 却被理解的一切 好幸福 人这一生能有一段鲜活的友谊 是无比幸福的事 你失意时 他第一个出现在你身边 你得意时 他由衷地为你点赞 顾下说 换我心 为你心 使之享一生 最真挚的友谊 大抵 就是如此 无论是萍水相逢的短暂 还是相濡以沫的长远 鲜活的友谊 都会在心灵深处 留下一盏明亮的光 安藤忠雄说 拥抱历史 我们需要分析 拥抱未来 我们需要创意 习惯固化思维的人 感官容易被千篇一律的元素顿化 生命的鲜活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不断创新 背玉明先生 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67岁的时候 他承接了著名的大炉浮工项目 他提出将拿破仑广场中庭地底挖空 增加展览空间 并在地面上建一个玻璃金字塔 作为博物馆的入口大厅 方爱已经提出项目委员会反对声叠起 被玉明会毁了巴黎 看上去就是一个廉价的假钻石 整个项目历时14年 其中两年都在化解民众的争吵 项目完成之后 人们看到巴黎的天空映照在金字塔表面 透明的玻璃让光线进入地下 委员门口中的寒碳的钻石 变成了透明的巨大宝石 大多数的反对声被世界各地的赞誉研磨了 格罗皮乌斯说 不能一次次无休止地复古 建筑只有不断革新 才能推动人们不断前进 贝玉明做到了 但他并没有直步于此 苏州博物馆就是在贝玉明老先生 90岁高龄时指导建设完成的 从表面上来看 苏州博物馆无疑是现代建筑 几何造型、钢制结构等 都不属于中国传统建筑范畴 但只要你走进去 细细一平 立马就能够频出古典园林的韵味 贝玉明这种中西结合的创新思维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独特的东方气质 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旧 思维拓展到的区域 才是我们生命蓬勃的意义 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不可取 努力创新 奋发向上 才会成功 王小波说 人生是一条寂寞的路 要用一本有趣的书来消磨旅途 生活不是一潭死水 不犯涟漪 正如我们出去旅行 家是别人的家 巷子是别人的巷子 但鲜活的体验 却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需要新鲜的生活 新鲜的生活才能成就鲜活的生命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 只要日子过得新鲜有趣 人就有仔细过生活的动力 鲜活的人生才有真滋味 与君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